家似们好 这期视频和祝贺一下 祝贺一下飞格阿飞停下下 在大一个出楼村 有出一个爆款视频 就涨了一万多份 加起来各把月 一个月出头点估计 一共我看到跟他算上 涨两万五千吨左右 这真是不错的 如果照这种速度 在那里待上一年的话 那他成为五十万的大主播 是有可能的 昨天直播间人气达到两千多 这真是千克 祝贺飞格 老早想去 也有种种原因吧 接下来我就收拾东西 随时做好去到准备 一旦条件成熟 这两天我在仔细的查 火车的线路 临近春运吧 直接到曹县的车 已经没有卧铺了 我看到博州 因为它是温州10% 终点站到博州这个比较充裕 我到博州之后坐到那里 早上六点多到 然后我在等八点多那一趟车 博州到上秋到曹县就两个站 八点多之后坐上 十点左右就多了 就是两个多小时 到曹县之后 再买一张票 汽车票 十多块钱 到达一个村口 到达一个村口 估计走路也得 半个小时 这时间飞格估计开车可以接我的 这就一再的证明 我们的思路是对的 尽快做自媒体 是不是 尽快是到全国的这个流量 大流量池内去去扑腾 恒电这个小地方 蹭热度我觉得不丢人 蹭热度第一不犯法 第二他只要我们不低俗 我们不去给别人添乱 我们去的是 负能量里边 能挖续出正能量来 那我们就是 理所当然 要蹭得理直气壮 这个 巨大一个那里 有很多想法的 上一个视频发了 请大一个来个新春寄语 甚至一想天开让他 他掏点钱我 我掏两千三千 我们在宇宙中心 朝鲜 我们调侃的朝鲜 我又查了查 是商汤建都与 不是盘坑牵引 盘坑 商汤 花夏第一度 商汤建都与朝鲜 后来他们又迁都到曲府 就是孔子的了 孔子的老家还是 商求的下一 孔子的妈妈的 家乡是曲府 孔子三岁丧父母 他母亲带着他到了曲府 在那里一直长大 然后盘坑 从曲府迁都到 河南的安阳 一个是一个一个一个 什么村里边 是这样 我刚才我又查了上 上一个视频弄错了 这个 在那里 希望西方能够 用我们的司马当火马银 西方的疫情 已经是世卫组织警告 海啸般的 爆发的危险 那么中国人 这边有一种 司马当火马银的态度 西方人 你们就拥有我们的 中药试试吧 在我看来 这个中药 确确实实有 加快加速 病毒和人类平衡的 这种作用 早日结束疫情 减少 这个对人类的伤害 中药试试吧 我有很多点子的 很多点子的 在那里 一大一个家为根据地 免贤全国发展 哪里 我热点就去哪里 很多想法的 希望这些 这些视频 航电的一些自媒体 看到对你们有所启发 不要再做经历 什么了 那个军售 打死也不出去 说这话 听了你这话说 我一头恼火 气得我 简直是 我真不想跟你合作了 还有那大灰狼 尽尽尽叫 也是出去的时候 要什么都是 先能挣到钱才出去 你这种态度能创业吗 不说了吧 我这话 说谎我有时候比较止 你们烦我 你们也可以 用语言来怼我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点的观众长片 拜拜 拜拜